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佩戴好口罩,准备好书籍材料,自觉登手记忆,刚将学习 在聆听的当时呢,请大家听到这段音乐,它带给你什么样的音乐感受 然后乐曲中有哪一些声音,也就是说你在音乐中听到了哪些奇特的声音 然后这首乐曲呢,它的节拍是怎样的 请大家聆听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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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那个声音,它受伤的声音可以放一下,大家听一下 有吗 有吗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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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哪位同学告诉我旋律是平稳的还是高低起伏? 有 有 高低起伏的 非常好 像乘着雪橇我们在山上 山上 山下走的这种情景 是不是? 那么它的旋律是什么样的? 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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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上行 下行 好 来我们一起跟着哼唱一下好了 起来了 旋律上去 非常好 大家能听到它的旋律走向是高低起伏 那么我们在高低起伏中 这个主旋律请大家辨别一下它出现了几次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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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记得音乐感受是什么样的? 欢快 对嘛 大家得出的结论就是欢快的节奏 是不是? 那么欢快的节奏通常都是四二拍的 那么四二拍的强弱规律是怎样的? 强弱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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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弱� 强弱 强弱 第二,请大家把强弱规律加以区别 因为刚才说了 四二拍是什么样的? 强弱 弱 弱,我们用另一种形式表现 用这个可以吧 强弱 是不是这个是一片弱 是不是,你这个要做吧,你看,你拍你的肩膀的时候是做的,对不对,好,张老师一起来,好不好,我们再来一遍打节奏,拜,走, 我负责唱,你们负责打节奏,好,下面我们一起来, 我们来学习旋律,好吧,来,这个音高可以吗,来,我们一起跟着唱,好不好, 再来一遍,再来,唱出来, 好,我们分组,分两组好不好,这边的同学我们打节奏,强弱强弱,这边的同学我们唱一下这个旋律好不好,哼唱旋律,跟着他的音乐走,OK,OK吗,好吧,来, 你不用担心,我给你放音乐,来,那边同学准备,怎么打节奏呢,拜,这边同学准备,拜,走, 这条好啊, 好,非常好,要不我们换过来,这边同学体会一下节奏的感觉,这边同学体会一下旋律好不好,你们负责大声的哼唱哦,来,准备好了吗,把你手拿出来好不好,活动一下啊, 大胆地打哈,错了,不要紧啊, 你的铃铛发挥作用哦, 哎,往前面来, 那个,往前面来, 你们找了中拍就可以啊, 这边同学把它把前列放出来, 请这位同学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声音唱出来一点 然后这位同学我发现 这个节奏感很不错 大家的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我们来合作一把 准备好了吗 认队同学 记性 你不用担心 你就找到重拍就可以 你不用担心 诶 非常好 有变化 好 非常好 请回 好 非常好 把这个旋律它的节奏它的旋律我们都掌握了以后 下面请大家找到主旋律的变化 你聆听一下它有没有变化 听它的旋律是上行还是下行 好 这个是上行还是下行 再听 好 确定一下 是不是 这个主旋律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上行 是上行 非常好 请大家记住它的主旋律是 起伏的 起伏变化在哪里呢 一个是下行 然后一个是上行 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在乘雪橇 或者在滑雪的过程中的高低起伏 然后最终才能衬托出它那种什么气氛 完败的气氛 非常好 好 下面我们聆听它的结构 听第一个小部分 你听一听这里面有没有主旋律 有吗 没有 是不是一直在做准备的感觉 对了 就像我们的小说一样 它是一个铺垫 所以这个叫铺垫 然后第二部分 仔细听刚才的主旋律有没有出现 我们在这边 洗进来 我们在这边 是一个大小看 在这边 所有人那么复杂 在这边 才绘业 因此 有没有 大小看 对了 不是 有没有 我 没有 好,有没有出现主旋律? 有! 嗯,非常好。 所以这个部分叫? 承设师傅 顾名思义嘛,展示给你了,出现主题了。 就是,就像一个人他走到舞台表演的时候,呈现给你了,他的主题已经出现了。 那么下一部分请大家听,当主人公出现的时候,他走到中间,会发生什么变化? 请大家仔细能听。 声音有没有变化? 出现了什么? 鞭子。 哎,鞭子。 嗯,鞭子。 嗯,这一部分叫? 中部,就像一个人打个比方,走到房间,从台阶走到中间一样,他出现了新的声音,是吗? 鞭子。 好,下面部分,大家注意哦,一定注意哦,这个部分你听一听,有没有特别熟悉的旋律。 中部,你们也没有特别熟悉的旋律。 没有特别熟悉的旋律。 是呀 有沒有鈴聲 有 上行是旋律上行吗 是 非常好 请同学告诉我这个旋律是 上行 那么有没有出现特别熟悉的旋律 是不是再次出现 是我们英语中讲的repeat 或者是again 再次又出现了 所以它叫再次出 它的名字起的一定是有含义 然后最后请大家听尾声 那你辨别一下聆听它有没有终止的感觉 就是你感觉这个音乐结束了没有 还是没有结束呢 有结束的感吗 有 噔噔噔 是不是 一个非常明显的中指和弦 噔噔 全部就结束了 就标志这个乐曲结束了 好 所以请大家听 这首乐曲成雪橇它的结构就是在在线的 负三部结构 负三段 好 下面请大家聆听它的演奏乐器 怎么样 と 你那么多事 12 12 16 16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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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它的乐曲叫管弦乐曲成雪橇 所以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 它有很多管弦乐器组成 OK 下面我们请大家进行对它 还记得主旋律吗 我们进行对它主旋律进行创编 我们试一下 我们同样还是分组 OK吗 好 请那两位同学到台上来 然后我们这一组同学节奏教给你们 OK 强弱你可以重大 这也可以表现强弱 也可以这个 反正强和弱要有对比 这边同学把旋律哼唱出来 OK 好 我给你这个视频 你可以边看着边来 可以吗 来 我们一起来 我们体验一下 你们俩的就是可以抓巧拍 可以抓弱拍 然后我们一起组合 把这个乐曲 也就是为它的编奏 为它的伴奏 也可以理解为是创编 然后跟它一起来表现这首音乐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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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声音你可以视为模仿一下,好不好,我们突出一下这个鞭子的声音,然后这边同学,你就把节奏打出来,好不好,咱们再来一遍啊 我没听到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在音乐中结束这首 最后我们一起把这首音乐一起跟随着音乐动起来好不好 你们有什么想法 还有什么 还想干嘛 爬上雪山的时候还可以 滑雪的感觉 然后你让他们划过雪吗 划雪怎么划 冬天啊 你跟着音乐活动一下 来 请大家放开一点好不好 好 来 有个不好意思的哈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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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смер hay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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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 来 来 来 2 3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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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7 7 7 8 8 9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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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